第十五课 第一不定是 First Aorist 中文的文法书常常把Aorist Tenth翻译成 简单过去式 我们认为这是非常不理想的 英文是Aorist Tenth 并不是Past Tenth 这是根据希腊原文Aoristos来的 意思是Undefined 没有特别指明的 意思是说话者并没有要特别强调 这是什么aspect的动作 这种特征其实最接近我们中文的用法 让我举一个例子 马太福音三章十七节 耶稣受洗的时候 天上有声音说 Futus Estin Hor Guiasmu Hor Agapetos En to Eudocesa 这是我的爱子 是我喜悦的 喜悦这个动词用的就是不定是 Aorist Tenth 如果你把Aorist Tenth 想成是过去式 那么你很容易会误解说 这是什么意思呢 难道天父只有过去喜悦耶稣 现在不喜悦了吗 不是的 用不定是表示圣父喜悦圣子 但是不特别强调是过去现在未来 是点态现态还是完成态的喜悦 要翻译Aorist Tenth 中文占了很大的优势 喜悦就是喜悦 没有特别别的含义了 用英文翻译反而会吃亏很多 因为英文动词都是带有时间性的 用过去式表达固然不好 用现在式表达其实也不是非常理想 因为原文里并没有要特别指出动作的时间 如果作者只想说喜悦 不想说别的 中文可以表达 希腊文可以表达 只要用不定是 但是英文反而是没有办法了 所以感谢主哦 我们中文 我们老中最适合理解不定是了 第一和第二不定式 First Aorist和Second Aorist 都是不定式 用法完全相同 它们只是两种不同的词形构成法 就像英文 过去式也是有两种构成法 大部分的动词是加ED 例如work 过去式是worked 但是也有一些动词 过去式是不加ED的 例如teach 过去式是taught 希腊文也是如此 这一课我们要学的是第一不定式 它们是加SA来表达Aorist tense 下一课我们要学第二不定式 它们是不加SA的 英文加ED的动词占大多数 那希腊文也是一样 第一不定式的动词 占大多数 我们学过动词自干的五种样式 基本上样式一和二 用的是第一不定式 其他的多半是第二不定式 这是第一不定式植树语气 主动和观声的构成法 它是由动词的第三变化型 the third principal part 前面加上往习号 后面加上不定式的时态记号 SA再加上人称字尾变化所组成 人称字尾变化用的是动词字尾变化总表 那四大块右半边的字尾变化 主动用右上角的 观声语态用右下角的变化 不定式的被动语态 我们要到第十七课才学 注意第一不定式主动的第一人称单数 不是用nu 而是不加字尾变化 所以这就是luo的不定式植树语气 主动与观声的词形变化表 这些词形变化表应当都非常直接明了了 只有几个地方我们稍微提一下 主动的第一人称单数 字尾不是加nu 而是不加任何东西 所以是elusa 第三人称单数的实态记号不是sa 而是sa 所以是elusa 或elusa 这样第一人称单数 第三人称单数 第三人称负数 就都有所区别了 观声的第二人称单数 字尾本来是加sa sigma夹在两个母音之间被去掉了 剩下的alpha和omicon 缩略成omega 所以是eluso 在parsing的时候 变化后的意思 你可以用英文的简单过去式表达 所以elusa是我过去释放 elusa是你过去释放 观声的话 elusa名是我过去为我自己释放 eluso是你过去为你自己释放 等等 这个变化表应当是不用特别去背它的 因为基本上这些字尾变化 是我们上一课已经背过的 我们把它读一下 elusa elusa elusas elusen elusamen elusate elusan elusamin eluso elusato elusamesa elusese elusanto elusen 凡是影响未来式变化的 也影响第一不定式 因为它们的实态记号都含有sigma 三音动词 三音动词 就是自干以三音结尾的 三音碰到sigma会起各样的变化 我们在名词变化规则第七条学过 所以例如blepo 不定式是eplepsa 自干结尾的p碰到sigma 变成pc 缩略动词contract verbs 自干结尾的母音 在实态记号之前会延长 例如poeo 不定式是poe-sa 自干结尾的epsilon延长成eta 才加上sa 流音动词liquid verbs sigma碰到流音就被去掉了 所以等于实态记号不是sar 而是alpha 关于流音动词的不定式 我们多讲一点 有的流音动词 现在是自干和不定式自干 也就是first pp和third pp 是不相同的 例如menu 停留 现在式是menu 不定式是emina 也有的流音动词 first pp和third pp是相同的 例如crino 审判 现在式是crino 不定式是acronym 后面这种情形的话 要特别注意一下第三人称单数 例如acronym 有没有发现 其实它也是未完成式呢 crino的未完成式是acronym 不定式也是acronym 有没有看到 结尾都是epsilon 只不过未完成式是因为连接母音是epsilon 不定式是因为实态记号只剩下epsilon 所以构成法不同 但是结果相同 都是acronym 这种现象只会发生在first pp和third pp是相同的流音动词 如果first pp和third pp是不相同的 就不会有这种问题 例如menu 完成式是eminen 不定式是eminen iro 未完成式是aren 不定式是aren 发音相同 但是未完成式多了一个dc iota 所以这一点稍微知道一下 请你parse epistusas 认得这个词形变化吗 对的 第一不定式 这个实态记号sar 是非常突出 非常好认的 所以这是不定式 主动 直数 第二人称单数 原型 pistual 你过去相信 好 请你parse grabzato 很好 这是grabzato 不定式 官身 直数 第三人称单数 他过去为自己写 请parse edoxas 希望你认得 这是一个pattern2 idzo adzo的动词 字根是齿音 delta结尾的 实态记号是sar 齿音碰到sigma就不要了 只剩下sigma 所以edoxas 是不定式 主动 直数 第三人称单数 他过去荣耀 好 请你parse kbrusen 小心哦 不要一看到sir 就说 啊哈 不定式的实态记号 再想想看 对了 这是carrusso的 未完成式 而不是不定式 未完成式 主动 直数 第三人称单数 他过去正传讲 怎么知道这是 未完成式 而不是不定式呢 不是自为变化的问题 因为自为变化 告诉我们的 只是第几人称 也不是有没有 往习号 因为未完成式 和不定式 都有往习号 所以答案是 他用的是什么 自干 是现在式的 自干 还是不定式的 自干 也就是 他用的是 first pp 还是third pp 自干 karrusso是 gammal碰到sigma 变成 kc 所以不定式 是 a kruxen ok 最后一题 a garen 是的 这可能是 不定式 或未完成式 主动 直数 第三人称单数 原型 a garen 变化后的意思 他过去起来 或 他过去正起来 希腊文动词有三种形态 aspect 现态 点态 完成态 不定式表达的是 点态的动词形态 但是我们要小心 因为不定式 常常被过度解经 也就是说 常常被赋予超过 作者原来要表达的意义 我们前面说过 正确的理解 不定式 aerist 意思是 不止名的 undefined 也就是说 作者无意表达 他的动词形态 当我们说 动词形态的时候 我们讲的不是 动作的本身 而是作者想要怎么表达这个动作 Dr.Monts举过一个例子 我觉得很有帮助 他说 例如瀑布 瀑布的水 当然是连续不断流下来的 可是这并不表示 作者一定要用 现态的动词 作者可以用不定式 告诉你 瀑布的水流下来 他的意思是 我只想告诉你 瀑布的水流下来 我并不想向你强调 它是连续不断的 所以我们说 不定式最接近中文动词 它是undefined 不特别指明形态的 有的时候 它确实是用来表达 只发生一次的事 是历史时间中的一个点 有的时候 它的意思是 我们想把 那好几件事 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 我们也可以用不定式表达 没有时间性的 格言式的思想 你甚至可以用不定式表达 还没有发生将来的事 我们来看一些例子 罗马书六章十节 Hogar epethanen Te armartia epethanen ephapax 这里的 apethanen 很清楚是表达 耶稣一次的死 但这并不是因为 它用的是不定式 而是因为上下文有 ephapax 这个副词 很清楚 所以我们中文圣经 和和本翻译成 他死是向罪死了 只有一次 现代中文译本翻译成 他的死是跟罪决绝 一举而尽全功 彼得前书一章二四节 Exerence 和Cortos Kai Toanthos Epethanen 这句话的整个上下文是 凡有血气的 尽都如草 他的荣美都像草上的花 草必枯干 花必凋谢 我们看到枯干 凋谢 都是用不定式 但是并没有一次的意思 纯粹是说 草枯干 花凋谢 这是常理 所以这是不定式的 格言式用法 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 Kai Hologos Sarks Agenitor Kai Eskenosen En Hemin 我们中文圣经翻译成 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道成肉身的成 是不定式 住原文是 直搭帐篷 也是不定式 耶稣道成肉身 住在门徒当中 有三年半之久 为什么不是用 线性的动词形态 而是用典性的不定式呢 因为耶稣是把 道成肉身 住在门徒当中 当作一个整体 一次历史事件来看待 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 我们很熟悉的经文 Pontesgar Amarton Kai Husteruntai Te Stases Tuseu 因为所有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亏缺是现在式 表达现性的动作 所有人都持续的 不断的亏缺神的荣耀 犯罪是不定式 但是这是哪一种不定式呢 它可能是格言式的不定式 表达一个无时间性的事实 但是还有一个可能 这是表达一次性的 指的是全人类的 那一次的犯罪 也就是亚当的罪 罗马书八章三十节 神所预先定下的 人又召他们来 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 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 预定 呼召 称义 得荣耀 四个动词都是不定式 前三者没有问题 但是基督徒得荣耀 很清楚是将来的事啊 所以我们看到不定式 可以用来表达 还没有发生将来的事 为什么不用未来式 而是用不定式呢 因为保罗的重点是 预定 呼召 称义 得荣耀 都是神做的 至于这些事是神在什么时候做的 不是他关怀的焦点 使徒行传十六章三十二节 Kai E-La-Le-San Auto Tong-La-Gong Tu-Kuri-U 请你Pars 画现的字和翻译 E-La-Le-San 和是 La-Le-O的不定式 主动植树 第三人称 副数 他们过去说 所以翻译是 他们对他说主的道 约翰福音四章四十节 Kai A-Me-Nen A-K Duo-He-Meras Duo-He-Meras 这种授格用法 称为表达度量的授格 Accusative of Measure 特别是用在 表达有多少距离或多少时间 好 请你Pars 画现的字 然后翻译 A-Me-Nen 是Mano的不定式 主动 直数 第三人称 单数 他过去停留 他在那里停留了两天 英文表达多少时间 是加介细词 for 所以用英文翻译的话是 And he remained there for two days 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四节 Hogar A-Pastelen Hoseos Ta-Re-Mata Tu-Sei-Wu La-Le 同样的 请你Pars 画现的字和翻译 A-Pastelen 是A-Pastelo的 不定式 主动 直数 第三人称 单数 他过去猜浅 这是一个流音动词 所以你看不到 十太记号的Sigma La-Le 是La-Leo的 现在是主动直数 第三人称 单数 他说 现在是表达的是 陷阱的动作 所以神所猜来的人 就始终 说神的话 我们来读一句 七十四译本 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 圣经开宗 大宗明义的第一句话说 N-R-E-In-E-E-Yel 和Theos 同Uranon KaiTingen 好,请你Parse和翻译 Appoiesin 是Poieo的 不定式主动植树 第三人称单树 他过去创造 所以这句话的翻译是 起初神创造天地 这是圣经最出名的一节经文了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Futuscar Agapeisen Hoseos Toncosmo 请你Parse翻译 并且解释 这个动词的实态 有没有什么意义 Agapeisen 是Agapeo的 不定式主动植树 第三人称单树 他过去爱 因为神如此爱世人 用中文表达 不会引起任何问题 用英文表达的时候 问题就来了 大部分的英文圣经 这里都翻译成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 用英文的简单过去是 loved 那么请问 约翰的意思是 神爱世人 只有在过去吗 从一方面说 神爱世人是一件 永恒的事 并不是只有过去 但是英文这里 用过去 过去式来表达 是相当有道理的 因为这里的上下文是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 赐给他们 指的是那一次的 历史事件 所以希腊文用 典性的 不定式表达 英文用 简单过去式表达 第十五课作业 第一要背 第十五课单字 第二要学会 第一不定式 植树的变化 包括 路偶 缩略动词 留音动词的 不定式 第三 请背诵 约翰一书 四章十九节 最后 要做完第十五课习题 下次上课以前教 明镜子